一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故宫 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朱棣 一场血腥的政变 一次英明的迁都 从燕王到皇帝 从南京到北京 风云北京城 战千年历史盛衰荣辱 沧桑大故宫 藏中华精粹 余思为胜 著名学者严重年 载助登林百家讲台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一部第一集 永乐千诸 在英国的首都北京 有一座伟大庄严的宫殿建筑区 它就是明清皇宫紫禁城 今天的人们称之为故宫 故宫是中华文明建筑精粹的极大成者 更是六百年沧桑历史的亲历者与建政人 他曾尽享四方来朝的盛世人光 也曾在侵略者的枪袍下黯然神伤 在这里有指点江山的王者器物 也有亲密温馨的轮常之情 岁月流转 就冒惊眼 曾经先活的人 曾经发生的事 在尘世中烟消云散 却一幕幕连住 藏于黄马红墙 他虽不远 却把历史刻在心上 他却安详 静待岁月划过连城 一座伟大宫殿的背后 必有一位伟大的主人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 便是北京城的地造者和紫禁城的第一位主人 今天 我们重回六百年前的大明省市 从帝都的缘起 去揭开故宫神秘的面上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袁崇敏先生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 第一部 第一集 永乐千都 大家好 我今天开始讲 《大故宫》 北京的明清皇宫是中华文明的精粹 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是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 儒家经典大学说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我讲大故宫就是从永乐千都开始 而讲永乐千都就从阎王庄丰 说起 一阎王庄丰 堂堂阎王 何以庄丰 事出有因 我来细讲 朱元璋起兵夺占了金岭 定都金岭 就是现在的南京 国号大明 年号洪武 他就是洪武皇帝 洪武元年就是公元1368年 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领大军 严运河北上 今年八月 西达大军到了元大族 元朝了末帝 元顺帝 率领后非就逃亡大漠 朱元璋的军队占领大都之后 下令改名 改名叫北平 取北方平定 北方和平的意思 咱们北京 原来叫北平 名字就这时候开始 朱元璋建立明朝 他想让他江山永固 亿万四年 采取很多的措施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墙 支干 固 根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他的子职分封到各地做藩王 加强地方 维护中央 朱元璋有26个儿子 第一长子朱彪 留守南京 他还有两个儿子已经死了 剩下还有23个儿子就分封到各地 去驻守各地 强顾皇权 我们单说一说阎王朱棣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朱元璋称帝的时候 朱棣才八岁 11岁他就被封为阎王 就封在北京 但是他小 还不到北京来 还在南京 到了17岁的时候 朱元璋就跟他娶媳妇 娶了谁呢 娶了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的长女 作为王妃 这就是后来永乐皇帝的徐皇后 到了21岁的时候 朱元璋说你也结婚了 也长大了 把你派到北平 阎王在那儿驻地 于是阎王朱棣带着王府的官兵 侍卫等五千七百几十人就到了北平 朱元璋说还不行 还要找人辅导 所以他23岁的时候 朱元璋就派了一个高僧叫道演 俗名姚广孝 随侍阎王 这个时候阎王心气很高 我是阎王府的阎王 但是老子说 府夕祸所复 这时候是风云突变 祸临王 什么事情 就是朱元璋死了 洪武三十一年 就是1398年 朱元璋死了 谁继承皇位啊 我刚才说了皇长子朱彪啊 朱彪命不好 在朱元璋之前先死了 谁继承皇位啊 就是第一长孙朱彪 朱彪文 朱彪文 朱彪文他继承皇位 这是朱彪的侄子啊 朱彪文继位之后改年号了 叫建文 所以史称建文帝 这建文帝啊 他从小长在皇宫里头 很聪明 很好学 很懂礼貌 是个乖孩子 但是呢 他缺乏社会经验 缺乏政治经验 更缺乏军事经验 他做皇帝的时候 是22岁 23个属父王 分布在全国干爹 他心里底气不足 他皇位不稳 他这个地方势力太大 这个时候呢 他的兵部尚书叫齐太 还有官员叫黄自成 给他出了个主意 防照汉朝的那个薛藩 薛若藩王 强顾皇权 23个属王啊 从哪开始啊 俗话说 吃柿子挑那个卵的脸 突然兵夕开封 周王就完了 回过手来 致敏王 敏王也完了 乡王胆小 一看形势不好 何时自分自杀了 建文帝呢 又削掉了齐王 成为平米 还没有完 就把代王求起来 高强圈进 连呢 削了五个王 燕王朱棣呢 朱棣啊 是封在北平 是前线要地 实力有强 不敢轻易动手 但是他也要试探 建文帝就责问燕王朱棣 说你住这个房子啊 比别的房子都大 越智 朱棣到北平来了时候 住在哪呢 是住在元朝那个王府 是住在元朝太子那宫 叫做龙夫宫 就是现在中南海的地方 地方当然比其他王府大了 朱棣怎么办 朱棣我把球再给你踢回去 说 说圣迅路说 就他爸爸的语路说 说爷爷王啊 你就住在雇员那个太子宫里头 自然地儿比别的地儿大 这我爸爸让我在这住的 球提高之后 建文帝怎么办 建文帝看是他爷爷说的 率足就张啊 爷爷说你敢对抗吗 这事也就罢了 这件事罢了 薛又藩王的力量 是没有罢休的 所以爷爷王啊 就宙死也想 爷爷王朱棣想什么办法呢 明思苦想 想了一招 这个计策呢 就两个字 叫庄丰 建文帝在南京啊 对阎王不放心啊 就派了官员到阎王府 来了解他的动静 到了阎王府之后 这是夏天 三福天 晖汗如雨的时候 阎王朱棣呢 就在王府大厅里头 露一个炉子 生着火 他呢 穿那个破棉袄 撒了鞋 头发乱蓬蓬的 蓬头垢面 就围着火炉子 灰身哆嗦 喊啊 冷啊 冷啊 冻死我了 冷啊 朝廷派的官一看 这阎王疯了 哪有大夏天 那种炉子穿的棉袄 还喊冷啊 还哆嗦 回去到南京报告 说阎王疯了 不可怕 别的官员有脑子 说未必 可能是装的 建文帝说 再探 过了点时间又派人来 燕王得到信息了 正是他没在王府 跑到大街上了 穿的破衣蓝衫啊 拿了个破酒壶 又喝又吃 一会儿躺地下 满脸都是污泥 朝廷官员一看 哪一个堂堂的亲王啊 一点体面都不顾了 在大街上乱跑 风风颠颠 光着脚 脸上泥垢 有头就走 回到南京了 说阎王真的是疯了 一些官员就相信了 但是阎王他冷静一想啊 这事还不行 你装一天疯可以 装两天疯 你不能装十年八年疯啊 还得想招 他想啊就想了一招 但是这一招啊 他是不能跟任何人说 天际不能泄露啊 他就找了他 爸爸给他派了那个 道演和尚 把他请来了 摆了酒席 又是酒又是茶 请道演吃饭 朱棣呢 就一门喝酒 一门吃菜 道演呢 就一门品茶 一门吃饭 正吃得高兴的时候 朱棣说 哎 说我呀 出个连句 我出上脸 你对个下脸 但是好啊 我听着 天寒地度 水无一点 不成兵 道演略假思索 马上就对 说 国乱民愁 王不出头 谁做主 字面的意思 朱棣说 天寒地洞 天寒冷 水没有一点 不成冰 冰雪 那个冰啊 我们普通写是两点 一个水字 还有这种写法呢 就是一个水字 左上面加一点 也是个冰 水呀 没有这一点就成不了冰 就字面意思 里面的含义呢 冰和军队官兵的冰是谐音的 就有那么一点就成冰了 含的意思 我要聚冰 怎么样 这句话不能明说 道演 当然明白了 道演回答 国乱民愁 国家混乱 民众愁怨 王 三横一书的王 阎王 王不出头 王一出头 不就成了主吗 主人家主了吗 王不出头 谁做主 这是字面的意思 里面的含义呢 阎王啊 你一出头 你一举兵 一发兵 不就成了主了吗 天下通主 不是皇帝了吗 两个人都没说明 但是心里头 彼此就合掌 沟通了 阎王很高兴 两个在密室商量好 本来是天际不和泄露的 两个人通过密语 暗于 来对师 就做一个思想上 政策上沟通 阎王诸地和道养和尚 密谋定了之后 择日举兵 起兵之前要有一个 很隆重的仪式啊 阎王很高兴 参加这个起兵的仪式 正高兴的时候 突然啊 乌云方 狂风打坐 闪电雷鸣 屋顶的瓦呀 被刮得坠到地下碎了 用了当时的脸就变事了 很紧张 很惊吓 是不是上天的示警 不让我这样做呀 刀演和尚一看呢 态度非常超然 哈哈大笑 大吉祥啊 大吉祥啊 龙飞在天 从一风雨 灰瓦坠地 将换黄瓦呀 将换黄瓦呀 什么意思 说啊 这个天象是大吉祥啊 您要成龙了 燕王你要成龙了 龙在天上啊 腾云驾雾 呼风唤雨啊 吉祥啊 把那个灰的颜色瓦坠了地 你换成黄瓦 你不会成了皇帝了嘛 谁能够住黄瓦房子 只有皇帝才可以 燕王朱棣呢 是转经为习 哈哈大笑 徽兵南下 血战四年 攻占南京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明 公元1402年 经过四年的静难之役 燕王朱棣率领北平旧部 一局攻占南京 推翻建文朝廷 建文帝在宫廷大火中 销声匿迹 不知所重 成为千古之女 而朱棣从北平的藩王 成为了大明的国主 那么当江山一主后 朱棣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到了南京之后 永乐帝很高兴啊 他做皇帝 但是你一个人知道不下 要天下人都知道 我做皇帝 就要写这个赵书 赵告天下 这个赵书是不容易啊 是引起了一畅的鲜血 所以我要讲第二个问题 二 血色赵书 永乐皇帝要赵告天下 赵人血 赵书 他自己不能亲自血 找谁呢 当时一个大儒 叫方孝儒 这个人呢 是很有才华 也很有名气 是浙江宁海人 这个阎王起兵 临离开北京的时候啊 这个道眼呢 留守北京 送着阎王 临别的时候啊 说阎王 我有一句嘱唾 阎王你说吧 说你打到南京之后啊 有一个人叫方孝儒 他肯定他不投降 说你那千万别杀他 阎王说为什么 说杀了这个人啊 杀了方孝儒 天下读书人的种子 决意 这话说过了点 但是说明啊 方孝儒的确是太重要 阎王呢 就点头就答应了 阎王达到南京之后 要写诏书呢 就想去方孝儒 这时呢 就把方孝儒 不投降 已经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就 就带到 永乐皇帝面前 方孝儒啊 是先是大哭啊 哭什么呢 哭他那个前朝没有了 哭完了以后就大骂 骂 永乐皇帝 永乐皇帝 别人就杀了 这时候永乐 道眼和尚跟他说了 不能杀方孝儒 杀了他 天下上读书 种子就绝了 永乐皇帝啊 从宝舵下来 走到方孝儒跟前 说先生 说啊 这个诏书啊 你还是要写的 方孝儒我不能写 说我呀 就像周朝的周公一样 我是辅助这个 成王 孝儒说 成王安在啊 他不一自焚死了吗 成王安在 朱棣说 自焚死了 说他还有儿子呢 朱棣说 他儿子年纪太小 国不可以没有长军 他还有弟弟呢 朱棣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不要管了 你写吧 孝儒说 我不写 朱棣说 难道你不怕死吗 孝儒说 死即死而 朝不可早 死就死 赵叔我也不能祈祷 朱棣说 你一个人死了 难道你不怕 把你族给你灭了吗 孝儒说 不要说一族 就是诸九族 我也不写 朱棣说 笔苗子验 给他摆上 太阶了 把笔苗子验 摆到方孝儒跟前 方孝儒 非但不写 又哭又骂 把纸啊 笔啊 给扔了 当着皇帝面了 朱棣 朱棣还是说 你不写 我就诸你九族 孝儒说 你就是诸我十族 我也不写 这个时候 朱棣打动我 好 我就下令 诸你十族 九族 加一族十族 九族什么意思啊 九族啊 就是知己 父 祖 曾祖 高祖 上 下呢 是子 孙 从孙 玄孙 一共是九族 还有说呢 是父四族 母三族 西二族 这是九族 在家学生 可怜的 方孝儒那些学生啊 什么罪都没犯呢 伸手一地 命丧皇权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在建文旧臣的血河中 朱棣在南京正式登基起位 史称明成祖 年号永乐 永乐皇帝一生创下了许多丰功伟业 而迁都北京 则是其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朱棣登基时 大明立国不过三十余年 而南京是朱元璋亲帝的国度 想要迁都绝非一事 但一场白日恶梦 却在关键时刻 富士永乐皇帝下了决心 就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没有完 你朱棣做了皇帝 赵书也写了 心里头还是非常的恐惧 所以他大白天都做噩梦 所以我要讲第三个问题 第三 白日噩梦 其实永乐皇帝和建文皇帝的这场斗争 实际上是建文旧贵族和永乐新贵族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这场矛盾当中 朱棣杀了一些人 这些人很多是前朝的高官和社会名流 永乐帝杀了一些人 很残暴的杀一些 很残酷的杀一些人 心里头非常的惊慌 所以他就白天做噩梦 那永乐皇帝白天噩梦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梦简单是这样子 有一天白天 永乐皇帝迷迷糊糊糊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睡着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坐在宝座上 有一个人叫景清 风景的景 清明节的清 叫景清 挥着宝剑 就绕了他这个宇座 要上他 他紧张就退下宝座 就走 你快走 景清就快走 你慢走 景清就慢走 正在紧张的时候 景清的一剑 刺向了永乐皇帝的新浪感 突然一惊醒 灰心是冷汗 原来是一场白日噩梦 他为什么会做这场白日噩梦呢 叫做事出有因呢 景清啊 是陕西真宁人 乾隆时候呢 觉得这个真呢 跟他爸爸雍正这个印真 这个真呢 是崇英给改了 改叫正宁 现在属于甘肃省庆阳市 正宁县 是这个地方 这个景清啊 学问很好 洪武27年科学考试的时候呢 他考了一甲二名 就是状元榜眼淡花 那个榜眼 所以朝廷里头 对他很重视 永乐做阎王的时候啊 建文帝啊 派官衔是北平参议的景清 到阎王府来查看动静 阎王呢 就接待这个景清 酒席啊 搞得很丰盛 他一看啊 这个景清不一般啊 人家是高考第二名啊 是不是啊 科举考试第二名啊 这个人呢 是言论爽名 举止高原 西里头很敬重这个景清 景清公事完了之后呢 就回到南京 永乐起病达到南京之后 成为永乐皇帝 他对着景清怎么办 因为他意见很好 让景清官复原职 还是建文帝那时候官 但是这个景清啊 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八月十五这天上早朝 景清呢 穿了利刃 戴着刀器 穿着这个朝服呢 不是普通颜色 穿了匪衣上朝 这是大红颜色的衣服上朝 那个时候没有安检呢 有安检就查出来 带凶器来了 没有安检呢 他揣去去了 朝政刚结束 永乐皇帝退朝 走到殿门口的时候 景清突然 犯假就到了这 逃出利刃 叫刺这个 永乐皇帝 永乐皇帝身边很多警卫啊 一下就把他摁住了 抓住 抓住了 永乐皇帝 惊慌之余啊 就直队的景清啊 景清呢 就是高声大纳 永乐皇帝又惊又气呢 下令 把他牙给残了去 景清一面牙被残掉 一面破口大纳 残掉牙的口里那鲜血 喷到永乐皇帝的龙袍上 永乐皇帝大怒下令 把景清剥皮 卸上草 带上枷锁 挂在哪呢 挂在长安门 南京长安门 过两天 永乐皇帝车架到了长安门这 很巧啊 细的景清 皮草景清这个绳索断了 正好掉在永乐的前头 一掉可能有点台性吧 一蹦一蹦还蹦了两下 好像鬼魂一样 永乐吓了一跳 分支少了 永乐受了惊吓呢 白天呢就做了这场噩梦 永乐地一看呢 南京这地方阴气太重 杀人太多 这都不能待啊 怎么办 又不便明说啊 所以大臣提出来 他可以啊 礼部尚书 礼制纲等 揣摩到了永乐皇帝的心意 上了一个奏章 说北平乃龙行之地 建议迁都北平 永乐皇帝 制约可 同意 从这时候 你决定 要迁都北平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公元1406年 即永乐四年 明城祖朱棣正式搬赵迁都北京 下令仿赵南京皇宫迎建北京皇殿 经过数年修建 于1420年建成 与监督 北京皇宫也称为紫禁城 从那时起 便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心脏 明城祖朱棣迁都北京 奠定了此后500年间 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 其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那朱棣为何选择迁都北京 在白日恶魔的音乐外 又包含着 大家想啊 迁都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 做一场梦就迁都了吗 还是很复杂的原因 永乐皇帝之所以把都城 从南京迁到北平 改北平为北京 我想至少有四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 北平乃龙兴之地 基础深厚 永乐21岁就到北京了 起兵的时候 他已经40岁了 在北京待了差不多20年了 阎王府那些官兵基础 都是在北平地区 所以北京地区 他的势力盘根错节 非常深厚 到这来就比较保险了 这是一 第二 北京是行圣之区 位置重要 北京啊 北枕居庸 西指太行 东连山海 南福中原 窝野千里 山川行圣 足以空四夷 至天下 成帝王万世之主也 这是明石录上讲的 还不仅如此 当时雇员的势力 还很强大 空玄之势 不下百万众 永乐在地方建都 防止雇员势力的难犯 要天子守国门 为了大明的安全 第三 北京是居中之地 交通便利 有人说北京怎么居中啊 西安才居中呢 北京居中 明朝强盛是江域 北到黑龙江入海口 到快岛 就现在的撒林 南到曾母暗沙 比菲律宾还往南一点 这么南北的距离 北京大约居中 而且那个时候 主要不是飞机汽车 轮船高铁 没有这些 交通主要是靠陆路和水路 一条大运河 连接了 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 浅浪江 这条京航大运河的起点 就是北京 还有 第四 北京是帝王之都 吉殿 丰厚 援国的时候 北京就是都城 特别是辽金元三代 北京作为帝都 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永乐皇帝把都城迁到北平 有利于大明江山的公布 综合考虑 所以永乐皇帝在永乐元年经月十三号决定迁都北京 到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 北京宫殿建成启用 中间整整经过了十八年 对一个国家来说 这个都城太重要了 朱棣特爸爸朱元正要把都城定在哪 南京 北平 开封 洛阳 西安 四处选择 定哪 定到南京 有一个学士 叫邓伯言 他写诗有两句话 叫 奥族立四集 中山一盘路 这些很有趣 红武皇帝要定都的时候 大臣们都在这个庙堂上 邓伯言也在 红武皇帝一高兴 就朗诵起来 高声朗诵 奥族立四集 中山一盘路 身体特别大 进天堂 这邓伯言以为皇帝生气发火了 一发火就要杀他 吓死了 在庙堂杀 他一看他死了 抬出去 抬到东华门 南京东华门 这人才醒过来 摸摸脑袋还在 说怎么回事 说刚才 皇帝特赞赏你的事 说显得好 在这高宗朗读 他说我以为生气了 要杀我 就说明定都是很大的事情 朱元璋就定了南京 迁都也是大事情 迁都 魏孝文帝是要从大宗迁都到洛阳 好多人都反 说不服 说打仗南征 那贵族都跟着南征 到了洛阳 都城定到这了 谁甭回去了 这么迁得多 金海凌王他从金上京迁到现在的北京 叫金中都的时候 都不同意啊 他也是下令南征 带着贵族官员都来了 完了放火 把上京宫殿 吹烧了 你回不去了 就定渡到中都 当年青菜族 诺哈士要迁都到沈阳的时候 八大贝勒 没有一个南城都反对 诺哈士一看都反对怎么办 他带着几个随从 就到了沈阳 我就定这了 那八大贝勒一看 老爷子都走了 我们在这干嘛 走走走走 就到沈阳 迁都沈阳 所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啊 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 经过十八年的建设 北京就成为大明朝的首都 成为天下之中的一个都城 所以下面我要讲第二讲 就是天下之中 天下之中有什么故事呢 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北京城自明朝永乐运历 著称文士 然而北京城从无到有 却是源自一个八壁哪吒的传说 这是怎么回事 一条中种线内败四九城 作为天下之中的北京城 包含着中华文化中 怎样的理念和精髓 著名学者严重年 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 第一部 第二集 天下之中